你许了何愿 希望我陆家平平安安 逃避小人 再无波澜 这么快就要走了吗 陆小姐 今日你来 是来拜佛祖吗 还是拜自己的欲望啊 二哥 你怎么来了 二哥今日过来 自然是要求佛祖 忽大汉国太民安了 本王倒是觉得 陆小姐 可以多拜拜佛祖 这陆家已经不像前两年 那么顺风顺水了 意外是一件接着一件 你有没有想过 这厄运为什么 总是缠着陆家 而不是缠着别人呢 陆小姐 想求得 诸邪退散 但殊不知 是陆家的福德 已经到了尽头 这叫什么 这叫自作逆而不可活 二哥 我知道 陆欣然让您视了颜面 但那些都是他自己所作所为 不看陆家半分关系 你也不该 迁怒于安然嘛 他毕竟也曾是你的左膀右臂 也帮你做了不少事呢 九弟说得没错啊 他确实帮本王做了很多事情 我应该谢谢陆小姐的 是吧 是吧 殿下放心 我陆家并不是无根扶贫 大风大浪也不是没有见过 虽然比不上庭院中的珍稀花卉 但野草自有坚韧之处 歌不断烧不尽 风一吹 也连了天 陆小姐所言极是啊 好 好啦 本王去完福了 要走了 对啦 本王再给你去忠告 这佛祖 陆小姐 可以再好好拜拜 要让他保佑你们陆家 安然无恙 要保佑你的弟弟 如你所愿 本王也想看看 这个墨玄寺的佛祖 他到底有多灵验 墨泽难道知道了什么